在回归之后这二十年 其实跟回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恰恰在这二十年的重叠二十年 我们国家其实发展得很快 很多东西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但是香港其实是一个和内地很接近 而且大小的规模也差很远 因为这么小而有这么接近 我们是一个最前沿的地方 所以受到的冲击是必然最大 这个发展情况导致了很多过去 好像香港是很成功的 或者很赖以自豪的地方 其实好像一下子就被崩溃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慢慢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有些会说我是很积极去融入这个国家 有些人我说很多是自己的自豪感 或者是意识上面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上面 甚至会出现了一些所谓港独的思潮 我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 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构建 或者构建香港的一个身份认同是什么 所以我会称这个是一个第三次的身份构建 而这个去到一个关键的时候 如果要让香港市民 甚至特别是年轻人 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国家意识 就是如何令到香港的这些年轻人 他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这个国家的存在里面 是找到自己的角色 是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不担心 就是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国家的认同感 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他会如何走向呢 其实就会比较难以预测